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支get ready with me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顺便分享我现在脸上这个妆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把我这个刘海弄起来哈 我现在是素颜的状态 然后擦了防晒 贴了一个双眼皮贴 现在就准备开始化妆 那我最近的化妆步骤呢 多了一步就是遮瑕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怎么遮瑕的人 那为什么最近突然开始遮瑕了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了这把刷子 这把刷子也是我看小猪姐姐的视频里面种草的 但是她推荐的不是这一把 我就买了一个相似的刷型的刷子 它前面这个刷毛有点像圆柱体 然后刷头又是这种圆圆的 我之前推荐过一把眼影刷 也是类似这个刷型的 但是眼影刷要小一些 然后这个遮瑕刷更胖一些 用它遮瑕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就直接戳这种遮瑕膏 你看我这边有一个痘印嘛 你就直接这样戳上去 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只要戳一戳 然后把边缘稍微熨染一下 它就消失了 简直太轻而易举了 有没有 这边你看 这里也有一点点泛红的痘印 戳一戳 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把刷子我超级无敌推荐 你们一定要去买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素颜有什么变化 没错 我去闻眉毛了 其实我对画眉毛的这个过程 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感 那我为什么去闻眉呢 主要是因为我本身的眉毛长得很乱 没有一个形状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 什么样的眉型适合我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之前我闺蜜来广州找我的时候 她给我推荐了 然后我也看了她的眉型 我觉得也确实很适合她 然后我就想说 可以尝试一下 我自己有上网去做一些功课 我在大众点评上搜了几家 就是在广州评价比较好 然后排名比较靠前的 纹眉的那种机构 有很多差评是 眉毛颜色会泛红 然后我就很害怕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眉毛 是那种红棕色的 所以说我当时看了这几条评价以后 就比较犹豫 就没有去 然后我体验的是 他们的那个海藻眉的项目 整个过程其实不复杂 就你去了以后呢 老师就会给你去设计眉型 如果你自己有比较喜欢的眉型的话 你也可以拿着那个照片过去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是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眉型适合我 所以我希望 就老师可以来帮我决定一下 什么样的眉型是适合我的 她当时就给我画了一个 比较偏平一点的眉毛 我又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提了一些意见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眉毛 它是有一点弧度的 不是完全平的那种 调整下来呢 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老师给我设计眉型的时候 他有说几个点 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给你设计完眉型以后 他需要拍照 拍照的时候 他跟我说 就是我的头会不经意的往这边偏 就是我拍照的时候 我的头都是歪的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过 这个问题的 他当时跟我说了以后 然后他又给我看那个照片 我发现好像是真的 我的头就是有点往这边偏 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跟你平时的 体态的一些习惯啊 还有你背包包的时候 背在哪个肩膀啊什么的 睡觉的时候朝哪边睡啊 都有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说 我这一半边脸就是我的右边 右半边脸的五官 脸的轮廓结构都比左半边脸要高一些 就是我的脸其实是长得很不对称的 就是我的眼睛啊 眉毛啊 眉骨包括这些都要比左边要高一些 所以说他在给我设计美形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和不对称的 有帮我把这边的眉毛 右边的眉毛压低一点 然后左边的眉毛抬高一点 现在就是调整完之后的样子 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设计美形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给老师讲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那个过程中 其实老师也会不断的去问你的意见 不太满意的地方一定要及时的提出来 像我的这个眉毛就是修改了大概三四遍的样子吧 我没之前先要敷一个麻药 敷完了之后再去闻眉毛的话 基本没有痛感的 他给我闻眉毛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直接在那 因为我当时是晚上去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痛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关于泛红的那个问题我也有问过老师嘛 他说他们用的是那种灰棕色的染料 如果你全部是用的棕色的染料的话 就比较容易去泛红 闻完眉毛之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那种树后的护理包 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啦 就是生理盐水 然后我那个老师他是跟我说尽量少去接触热水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用温水偏冷一点的水去洗脸 洗头的时候也会尽量去避免我的那个热水去碰到我的眉毛 然后我现在的眉毛呢是闻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觉得我这个眉毛闻的是没有什么尴尬期的 因为我本身眉毛的颜色就闻的比较淡嘛 然后再加上我有刘海可以盖住我的眉毛 我闻的这一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个人发现我闻了眉毛 然后我闻完之后的第二天呢它会有点变深 因为它的那个灰色会慢慢的显出来 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眉头其实就慢慢的变淡了 然后你看我现在的眉头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了 前段时间不是双十一吗 就很多人催着我拍开箱 我本来是准备专门拍一个服饰类的开箱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所有东西都拍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结果今年双十一买到的衣服我都好不满意哦 基本上买十件可能要退个六七件的样子 所以说最后就没有拍成这个开箱 之后的话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吧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相机总是不对焦啊 拍视频其实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 Vlog或者是拍一个购物分享的话 基本上拍跟剪就要一整天 甚至还要一天半 再加上我平时要上班又没有时间弄 如果要做视频的话 基本上整个周末就会变得很忙 也请大家体谅一下 今天腮红用的是Laura Mercier的Ginger 我之前有讲过我没有很喜欢这个腮红 但是买都买了也不能不用是吧 今天广州天气不是很好 是个阴天 前几天都是大太阳 就是很热 你们靠线 穿着短袖 一点都不冷 睫毛膏用爱丽小屋的这个Curl Fix 这个睫毛膏我非常喜欢 我用其他的睫毛膏基本上都会晕 但是用它真的不晕 而且我之前的话是不敢涂下睫毛的 因为我的下睫毛就是缝涂必晕 但是我用它涂下睫毛真的不晕 我觉得棕色的话就没有特别明显 其实可以买黑色的试一下 也是很卷翘 能看到吗 两个眼睛的区别 而且维持卷翘的效果很好 它的膏体是比较干的那种 是我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太湿的话就很容易沾到眼皮上 我觉得闻完眉毛之后就整个人会变得精致一些 就是这个眉毛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今天的唇膏呢用这支into you的唇泥 这个是em08 这个唇泥的质地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那种丝不感又不会很干 拉近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妆 主要是这个眉毛纹了之后就感觉这个妆面变得精致了很多 有没有 刘海放下来 我的刘海其实放下来之后基本上会盖住我的眉毛 所以说我闻完眉毛之后真的没有人发现的 今天的妆还是挺满意的 你们看我用过遮瑕膏之后脸上的那些痘印呢 基本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你离得特别特别近去看 不然的话正常的社交距离是看不出来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一支视频呢应该是个vlog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